我的太太 地瓜 謝謝你每天都提醒我 不要想做別的來養活這個家 好好把戲演好就對了 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比如說剛剛大家都說 都是他的感言讓我 讓小豆一直哭我都其實有點爽 對啊 我們 我們之前直劇場認識的 直劇場我的人生第一部戲 也是你的吧 滿前面幾部的 對 天黑請閉眼就認識 一路從劇場 然後所以他講的每一句話 都讓我們很感動 沒有啦 沒有 真的很感動 就覺得好的演員一定會被看見的 沒有啦 最後我想跟還在表演這條路上 還沒有被看到的朋友說 你一定要珍惜 在還沒有發光之前 就已經看到你的人 要謝謝一直陪我走很久很久 我的太太 地瓜 謝謝你每天都提醒我 不要想做別的來養活這個家 好好把戲演好就對了 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我是黃迪洋 還算是個不錯的演員 請繼續找我演戲 謝謝 他一直都滿體貼 就從懷孕之後 他都一直很小心 但我覺得阿迪哥更體貼 因為他還要準備一份 就是爸爸的清單 他說要 對 他要準備一份幾個 每個月要注意什麼事項 然後交給冠子 我覺得很感動 那冠子有沒有 就是到底是上次 好不好 有啦 就是會變得比較敏感 就有人靠近大家 就會稍微信念一下 比如說剛剛大家都說 都是他的感言 讓我 讓小豆一直哭 我就其實有點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是直劇場認識的 直劇場 我的人生第一部戲 也是你的吧 呃 滿前面幾部的 對 天天請閉眼就認識 天天請閉眼就認識 然後我跟冠婷是都不認識 但是他看過我的舞台劇 我也看過他的舞台劇 所以一見面就說 欸我看過你演什麼 很好笑 很好看什麼 就 我們就蠻有話聊的這樣 對 一路從劇場 然後 所以他講的每一句話 都讓我們很感動 我們台上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就覺得好的也沒一定會被看見的 沒有啦 對 好棒 好玩 作詞曲 李宗盛